第四 世上有很多人 都有善的一面和表现 即使是微弱 然后三字经里面说到 人之初性本善 使徒说到 我们无法思想良善的事情 格林多后述三章五节 你根据的是英文一本之一 那主曾建摩西说 人从小的时候心怀着恶念 创世纪八章二十一节 如何解释呢 那谈到善的时候 我们要留意 这个一般领域 文化当中的善 社会性的善 和圣经里面所说的善 或者说属灵的善 社会的善和属灵的善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 你这里面提到了 圣经的善的概念和三字经 那三字经呢 是中国传统当中 儿童启蒙的一个教材 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 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 这个读本之一 历久不衰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 有这样的几个说法 第一个就是宋代人王应林 出著传说是这个宋朝王应林 明清两代的人认为是他写的 多认定作者是王应林 然后还有一说是宋代的欧世子 明末清初区大军在广东新语章中 他说到了他认为是欧世子 那还有一说是明代人黎真 清代邵进函 他的诗里面提到了 他认为是这个黎真 内容呢 原点的内容之外呢 后经过这个张太炎等多 等人多次的增补 所以今天的我们看到三字经这样的 含有这种原明清民国时期的 这样的叙事的这样的部分 那这里面第一段落就说到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人之初性本善 关于这个话 其实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们 他们的解释也不同 我只是按照其中 到底哪个学派这个主张 对我们也不好说 但是我们按照一般的说法 人之初性本善 是说人出生以来 人一出生 当然有的学者 是不是指出生 是指人的意念 人最初的那个意念 这个我们就不纠结了 人一开始出生的时候 本性是良善的 所以中国古代哲学里面 也有这个性本善说 性恶说 哲学里面 我们古代哲学 也有两种学说 当然这里面 可能主张的是性本善 当然我们要留结 当他说到性本善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何为善 人之初性本善 是中国文学文化当中 一般领域当中的善的概念 假如说他主张的是人性本善 那么我们要思想到底何为善 善的概念和人论 人之初性本善 涉及到人论和善的概念 到底什么是善 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般文化当中 善概念和圣经的善的概念对比 因为你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 这个文化当中的善的概念 和圣经当中的善的概念 一般文化当中的人论 和圣经当中的人论 也就是涉及到了文化和启示的观景 我没有刻意把文化和启示一定对立 它俩存在相通的和相义的部分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 圣经当中的善和人的概念 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里面 出现了个少年的财主 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寻求有生 他开口就一方面要彰显一下 自己的聪明才智 另一方面却露出自己的愚昧 就被耶稣抓住把柄 他说良善的夫子 我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呢 他一直苦恼永生的方法的问题 耶稣就直接问他 你为何问我 以良善问我呢 其他的共观福音说法不一样 为什么说我是良善呢 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 除了神以外没有是善的 因为神是善 神是至善 切是至善 神除了神以外没有善 这是在针对堕落之后的 或者是堕落之前 当时他们谈话已经是堕落的之后的事情 就现在的情况 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 人都是罪人 那么神的计划 神的作为 神的计划是受到神的意念 神的作为是神的行动 都是善的 为什么 神是善的 出于神的 无论是他的意念 还是他的作为都是善的 凡按着他的计划 所成就的事物或行为 也是善的 注意哈 神是善的 出于神的 他的计划和行为都是善的 凡按着他的计划 和所成就的事物或行为 也是善的 这是延伸出来的善 因为神是善的 他所行的进度是善 凡按着神的旨意所做的 符合神的标准 符合神旨意的 我们也成为善 离开神就无所谓真正的善 因为只有神才是善和善的标准 大家还记得分别善恶数吗 创世纪二章七节到八节里面 讲到神在东方的一个园 分别出来一个园子里面 有各种瓜果 梨桃 蔬菜 其中也有生命数和分别善恶的数 然后十五 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就 上帝就指着那棵善恶果树 跟亚当立约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就额外赋予那棵善恶果树 特别的意义 吃那棵树上的果子 带来的结果就是死 结果呢 创世纪三章六节里面 那个女人就看 那个树上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又能够使人有智慧 于是就摘下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一声也不吭 就吃了 所以正好犯了 这个二章十七节的诫命 于是我们看到 人类历史的悲惨 就从此开始了 她的这个篇章 善恶果树到底什么意思 分别善恶树 不是我们传统中国人 所以为的 吃了那棵果子 就开始有分别善恶的能力了 眼睛明亮了 才懂得对错了 这是完全误解这个经文 分别善恶树的那棵树 上帝就让它作为一个记号 圣理性的记号 分别善恶这件事情 我说不可吃 你就不吃就好了 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的话 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标准 判断善恶不是在上帝和上帝的话之外 从被造物当中 无论是亚当自己的心意 决定什么是善恶 还是迷信那棵被造物上的 善恶树上的果子 以为吃了以后就有智慧或分别善恶 这都是错的 善恶的标准是神和他的话 当我们顺从神的话的时候 这就是善 当我们顺从神的话去判断的时候 那个就是善 上帝的话认为不可的就不可 认为可的就是可 上帝说那个树吃的日子必定死 就是事实 当我们守住这个命令 就是生命 就是善 但是关键的错误就是 亚当在神和神的话语之外 试图按照自己的心意 魔鬼的建议 或者说依赖于那棵被造物 善恶树上的果子 来寻求判断事物的智慧和标准 所以实际上善恶果树 分辨善恶树的果树 那棵树本身的名字就告诉我们 那个是不可摸的 判断善恶的权利不在乎我们 乃在乎上帝 上帝让吃就吃 不可吃就不吃 所以判断善恶不在于我们自己 而在于神 所以这个神圣的领域是不可侵犯的 当我们顺从神的时候就是善 按照神的话去判断的时候 这就是善 按照神的话定罪的时候就是善 按照神的话 称某事物为义的时候就是义 因为神说这是义 我们说阿门 这叫承认嘛 对不对 我们说认自己的罪 什么叫认自己的罪 不只是告白 而是与神说一样的话 上帝说这个骄傲就是罪 所以我们以为骄傲是一种气质 一种这种一种这个气质 一种自信 上帝说骄傲的时候 我们开始按照神的标准说 主啊 看怜悯我 我这个骄傲的罪人 不以为他是美德了 不以为是荣耀了 不以为是一种气质 反而以为是罪的时候 这叫做认罪 与神说一样的话 所以当我们被神的真理光照的时候 我们开始认识到 以神的标准来看自己的时候 才发现我是误会不解的罪人 以前不会这么觉得 所以真正善恶的标准 是神和他的旨意 堕落后的人 从本性和心智上就败坏 污染了 不只在认识上 丧失了那个绝对的 纯洁的善恶标准 虽然残留了一些 公义的概念 爱的意思等等 全人败坏和堕落 不只是指人 无能 没有办法行神所喜悦的事情 也无意愿 因为人的心智败坏了 明知道神就故意背离神 所以他们不可能 也不愿意行神看为善的事 也不知道何为神看为善的事 已经堕落了 心智已经变得扭曲了 所以也不知道那个真正的善 也不能行神所看为真正的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人败坏之后 我们就不可能行 神看为属灵的善 所以我们在善的概念上 区分社会性的善和属灵的善 帮助我们了解 我们堕落的人 可以行社会性的善 我们认为的功德 遵守时间 坚守信实 守约 遵守交通规则 遵老安幼 扶持震灾 扶持弱势群体等等 这个都是看为善 但是这个善只能是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 某个圈子里面看为共同认可的好行为善 但是它却不能被神视为善 为什么 在神看为的善 不只要有外在的好的行为 上帝也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是动机 出于信心和爱心的行为才是善 我做这个事情是因着信 神如此吩咐 所以我因着信神我才做吗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那因着爱神 凡是因着爱神所做的 神因为爱神 所以他愿意顺从神的话嘛 所以出于信心和爱心的动机做的事情 才能看为善 缺了这个动机 以信心和爱心为出发点 到好行为都不能被称为善 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目的 不只是出于信心和爱心 也是为了荣耀神 出于信心和爱心 如果不是为了荣耀神 也是不能存全的 真正的善 一定要有真正的善的目的 不是出于自私的 而是真正为着神的荣耀 无论或吃或喝 或起或做 说话行事为人 都要荣耀神而行 荣耀神是我们被造的目的 创造的目的 救赎的目的 这是第二个目的 第三个要素 第三个要素就是原则 你按着什么法则 什么要求去做呢 按着神的指引啊 不是按着人 堕落人的这个水平 人认为 哇这个已经不错了 很高了 很了不得的行为了 不是按着神 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 按着上帝 在律法和福音当中 启示的那个圣洁的标准 我们要去信啊 所以一个真正在神的面前 看为善的行为 出发点是出于对神的信心和爱 为了上帝的荣耀 按着上帝的旨意 顺从上帝的旨意 所以才看为善 所以按着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不信的人可能会行一些社会性的善 但是他们却无法达到 在神眼中看为被称为义 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善的 那个属灵的善 所以不信的人可以行善 人之出性本善 那我们到底看这个善是什么善呢 按着圣经的标准 文化当中因为文化的缘故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 人堕落之后 人对上帝普通启示的回应里面 堕落之前也有文化 但那个是不被污染的 完全顺从神的 但是堕落之后 我们人的心智在思想 在观察宇宙 面对神普遍恩典和普通启示 所产生的行为的时候 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 还是行为的时候 都是受到罪的污染的 所以堕落之后的文化 是受到罪的污染的 因为出于堕落的人 堕落的心智 堕落的价值 堕落的目的 所以文化里面 纵然会偶尔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但是文化里面却被玷污了 沾着罪性的污染 所以文化里面会带有不完全的概念 错误的概念 人之初性本善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乐观的人论 以为人真的是良善 人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张白纸 后来是因为随着环境的影响 人开始渐渐学坏的 这个是人堕落的人 对人自身不足够的认识的 一种乐观的妄想 所以大家遇到这种 类似文化当中概念的时候 第一方面要欣赏文化 认可文化 另一方面要批判性的去接受 有一些我们传统文化当中 很多是接近真理的 很伟大的人类的思想的精华 这是神在普遍恩典当中 对人类堕落的人类 没有福音的人类的护理 让人维持某种文明和社会秩序 为了人的益处 但是按照福音的真理 更纯净的日光 神的真光照耀的时候 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 糟薄和可泣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吸收 文化当中的长处 要批判发现文化 在神特殊启示里面 暴露出文化的弊病和短板 所以人之初性 本身是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有一方面表现善的表现 这个是社会性的善 不是神看为属灵的善 软弱是正常的 人本性就是软弱的 甚至是邪恶的 三字经也是乐观的人论 即便是堕落的人类当中 再卓越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思想当中 再接近真理 有的方面 他们虽然对人类 有些伟大的洞察 但是有些评论是 是不够的 不足的 甚至是错钮的 所以摩西说 人从小心里怀着恶念 这就是启示和文化的差异 摩西是在圣灵的引导感动下 说出神的话 所以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说 人之初性本善 这是不准确的描述 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 终日所思所想 尽都是恶 所以圣经的善观 圣经的人观 和文化的善的概念 和人的概念 我们这样做对比 这就是神序性的思考 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 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其中就包括 世俗的一些错误的概念 虽然我们不 这个麻木地地处 所有的文化 文化无用论 然后就变成一种 超级属灵的 不那样 不了解文化 你就不知道 人到底想什么 怎么生活 了解文化 你才能理解 人的一般的生活领域 你才能跟别人沟通 说人话 办人事 但是你要了解 文化里面有些毒素 需要借着特殊启示 去剔除 所以这种启示的超越性 启示在文化里面 但是启示又超越文化 所以以启示为标准 去分辨文化当中的糟博 这是我们基督徒 一生要从事的工作 虚心跟文化学习 但是又要留意 分辨文化当中的糟博 因为我们站在 这两个领域 文化的领域里面 一般文化里面 还有一些特殊启示的领域 所以要以特殊启示的亮光去查验 去分辨一些观念